LSPGFR 或是 SpecialCampo LSPGFR 或是 SpecialCampo LSPGFR 或是 SpecialCampo 哈嘍 大家好 欢迎回到LSPGFR 我們今天要來在我們機場周圍做巡邏 記上次...ㄟ? 第一次的機場巡邏是甚麼時候 第幾章我忘了 反正記上次的機場巡邏之後 後來就沒有在機場 附近為安過了 接下來我們就一樣 也是在機場周圍外面這一圈啊 不然就是機場內部有什麼問題 我們就去接案子 不然就是周圍有什麼 騎外的車輛我們也是給他攔下來 大概就是這樣子 好 我們接下來接到一個Foot Pursuit 就是 我看一下 好像在上面 有犯人在逃逸 不過他沒有開車是那個 用雙腳在逃逸 所以這應該是會 非常容易才對 好 待會在前面帶個迴轉 他該不是跟我指示是在上面嗎 怎麼突然變到下面去了 哇賽 好多警力 對 我突然想起來 是這個嗎 不要再跑了 不要動 不要動 我突然想到 因為在機場周圍 原本就有 GTA 原本就有部署很多警察在這裡了 所以 呃 待伍犯人來講 應該會更加容易才對 好多警察 太棒了 Dan Gordon 他是為什麼要 跑呢 好 那個牌照好像沒有任何不良紀錄 那我們看他身上有沒有放了什麼東西 好 他身上有一個 Sancheid T-Shirt 跟那個 Precoast Cat 一瓶藥物吧 應該是藥物吧 好 跟我過來 叫 預示導演來這邊 把他載走 olive oil 呃 運輸單位 還要繞一大圈 所以我們直接叫他過來 啊!真有效率 好!就差不多結束了 然後我們再回到機場周圍看看還有什麼可能的事情會發生吧 Citizens report a 148 in Los Santos International Airport 好!我們接下來接到一個案子 他要出來了!他要出來了!失竊的油罐車 OK!讓我進去 他跑到裡面沒路跑了 那既然他在這裡我就自己來就OK了 下車 下車 在機場裡面偷油罐車有沒有搞錯 看他穿著他好像是 他是不是機長啊 等一下等一下站起來看看 欸好像是欸他是機長欸 欸機長你的薪水不是很高 喔!這有什麼好偷的 Fred Collins 看一下他的紀錄 也是一樣拍照有效沒有任何不良紀錄 為什麼 全都要累積 要有暗底呢 看他身上放了什麼東西 好!他身上沒放東西他有沒有喝酒啊 如果喝酒的話 會不會等於他喝酒開飛機啊 會不會等於他喝酒開飛機啊 好!他沒喝酒 我們叫運輸導人把他載走 這邊運輸單位進得來嗎 喔!有!來了 好!那這個拖車我不知道拖不拖的走欸 我們試試看 好!拖車來了 我們來看一下拖車拖不拖的動 如果拖不動的話就算了 齁齁齁 整個 整個爆掉了 OK 那我們就直接再出去 看看機場周圍還會發生什麼事情 好!我這邊看到一個奇怪的人喔 一個穿著小丑 服裝然後 欸!兩個人欸 幹你側面看不到 穿著小丑服裝 然後擋在路中間 不知道幹什麼 好!我不知道這個人有沒有危險 不過 好! 好!先生你有帶ID嗎? 他們兩個是不是一起的啊 為什麼動作全都一樣 擋Franc Timber 好!看一下他的紀錄是 也是像拍照有效沒有人不良紀錄 我們就給他一個警告叫他離開這裡 欸不要在這邊擋人家計程車的 那個 車的好不好 不是!不是攔那個人啊!喔! 是小丑 是小丑喔! 呵!攔錯人了 我們先叫這個人離開 小丑怎麼攔不住啊 好怪喔 他們是生命共同體對不對 好啦!算了 我們沒辦法了 那我就當作沒看到吧 他們不走我也沒辦法 我們接下來看看還有什麼事情會發生吧 好!這個真的就 就有得管了 那個好像是有人在機場 裡面猥褻 而且機場裡面很多地勤人員欸 地勤人員是不是有大寶眼福啊 小丑還在 小丑死都不走 這個門都不會開欸超討厭的 這 硬要撞進去才可以 在哪裡這裡 找到了 一個穿著內衣內褲的一個女子 好 好 好 還有嗎 呃非常不好啊 《idiệ 확실히要扔給警方ा 讓警察知道他們身體的身體的存育 嗎?》 呃 我 我認為應該還是要先 我覺得從而入圈 你要解釋 射 dikk 有必要進警局調查一下 她是怎樣 不能直接讓他走啊 多少時候問一下 如果等到他是真的都沒有犯罪再放他走就好了 然後畢竟穿著這樣子在機場裡面晃來晃去也是 應該也有違反那個什麼 違反那個法律了吧 Ratio Garcia 好 看來我查錯了 他的名字是 好 他拍照有效沒有任何不良紀錄 看身上有沒有放什麼東西 看一下 好 他身上沒東西 有沒有喝酒呢 他說被朋友 他朋友覺得這樣子很有趣 那他們一定是開了什麼狂歡派對 但是沒有酒精反應 好 我們就要運事單位把他帶回景局去了解一下 好 運事單位來了 OK 結束了 不要在那個機場搞一些有的沒有的就好了 好 我們再出去吧 看看還有什麼事情會發生 OK 我們接到這個案子 在機場內有嫌疑的人士 我們是這個就有必要去查一下 好 我們直接從這個草原這邊過來 看一下是誰 這個嗎 那個是不是又是機長啊 還是機組人員啊 他只有一個人而已 而且又是走路 所以應該不需要再叫其他資源 他也沒地方跑 有地方跑 好了 不要再跑了 不然你會被電喔 嫌疑人...嫌...那個什麼啊 嫌疑人士在機場附近閒晃 Phillips...那個... 怎麼這個名字都那麼難記啊 這個名字都那麼難記啊 好 他的牌在有下面 好 他的牌在有下面 沒有人不量紀錄 給他久測一下 待會再收身 看這個人是怎麼樣 他有喝稍微一點酒 0.048 但是沒有超標 我們看身上... 看身上有沒有放什麼 如果... 沒有什麼問題的話 就直接給他一個警告 放他走就好了 他可能是在... 機場周圍走... 走來走去 然後可能被通報說 可能是... 一個奇怪的人士吧 那個...可以... 可以給他解開嗎 這個... 好像...不行喔 我試試看 有有有有 好了 你可以離開了 不要在機場附近晃來晃去 免得被人家通報說你有問題 好 我們接下來看看還有什麼事情會發生 好 我看到有一輛車在機場周圍狂飆 好 過來了 過來了 我等一下過來 很喜歡在機場附近飆車是不是 然後還一邊 這邊按喇叭 閃雙黃燈 追一下 開的蠻快的 請你靠邊停 配合一下 那個 你跟我來 到這個停車場才不會阻礙到交通 好 我們看你到底在搞什麼 哈囉 沒有帶來駕照嗎 Daniel Joe Pitch 看一下 他牌照也是一樣有效 沒有任何不良紀錄 哇賽 今天這張姐的人都這麼乖喔 你給他酒測一下看他是不是有喝酒 在那邊亂按喇叭 然後亂飆 有喔 0.144 在機場周圍 喝酒以後在那邊亂飆車 我們先查一下這張車的資料 然後等一下要請他下車 這樣收成60OSG966 好 而且這張車不是他的 這張車是Marshall MoMA的名下 而且是被標記失竊 他是那個偷車犯這張酒駕 好 我們就清一下車 好 我們給你上鎬 哇賽 你們剛才有沒有看到那個警察 他直接拿機槍在那邊掃剛才那台車 太猛了吧 我該不是給你上鎬了 你怎麼都放開了 好 我們看你身上放了什麼東西 好 他身上放了一大袋的那個毒品 然後還有一些珠寶放在袋子裡面 還有一個手指虎 還有一個T-Shirt 好 果然是標準的那個毒品犯 偷車 然後這張酒醉 酒駕 開車 我們就直接教訓師單位把他載走 好 我們看一下你車上又放了什麼東西 運勢單位擋住我的收車路線了 現在不知道去哪裡收 左右跑左右跑 快點好不好 隨便找一個地方趕快收了 那個運勢單位哪裡 不停 就停在我的收車的路徑上面 很討厭捏 好 他車上其實也放很多東西 一張3DS的地圖還有一大袋的骨科檢 然後副駕駛座放了 我看一下 Prescription medicine in someone else's name 那個什麼啊 副駕駛座放了一袋 那個一瓶藥物 但是是在別人的名字 就怎麼講 那個藥物的瓶身上有別人的名字 反正就不是他的藥就對了 然後後車廂沒有東西 我們就要拖車把他拖走 喔 喔 你在做這一瓶 Holli 你再給我重新一次試試看 我們等拖車過來 那副駕駿座剛才那個 那個什麼呀 那就是有一瓶藥 還是上頭別人的名字不是他的 就是這個意思 啊拖車要去哪裡啊 算了我不管了 反正今天也差不多要下班了 好 今天的機場 附近的巡邏 就差不多到這邊結束 希望各位喜歡 那一樣老樣子喜歡的話可以幫我按個讚 然後如果是新來觀眾喜歡我的影片 可以幫我按個訂閱 然後歡迎各位在底下留言跟分享影片 那我們就在下一張的 LSPDFR再見囉 掰掰